那天来了一个花友说老花一 你家的这个猪顶红怎么那么小 还像蒜黄 这个不是猪顶红 这个是彼岸花 这边的这个是猪顶红 他说那你们家这个 有大的有小的 我说有土猪跟羊猪 他说啥是土猪啥是羊猪 土猪呢就是国产的猪顶红 羊猪呢就是进口的 我给大家放近一点看 什么叫土猪呢 就是咱们中国原有的 你像猪顶红咱们中国也产 好多的呢都是 人家外国引进引过去以后 人家自己做这种培育杂交啊 各种扩繁啊 他们这种呢是用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你像我们这个呢就是用泥土种 而且也不做品种的改良 就是繁衍的那种持续的一个品种 这个你问一讲 月季的他们就特别懂了 两千多年前咱们的月季 是传到欧洲去 现在呢都是大量的从国外引进 你像日本啊 他们会用药物引起植物的变异 让它开各种颜色或者各种花形 还有绣球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土猪是就像咱们 那个狗 说狗大家都懂是吧 就像咱们中华天元犬 说白了就是土狗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那种养狗了 拉不拉多 哈尔齐 这边还有一个鸡毛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记得回复一下 没听懂我再给你们追拍一起 别的没啥 土猪一样玩 而且好玩 简单 皮屎 又便宜是吧 没养过猪领红呢 你们就拿着这个练手 养好了再养大的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物敌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王最长一 白了个白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